说到猴年 饰演美猴王出身的六小灵童 无疑是这一年的主打星 这不今年一时 这位家喻户晓的美猴王便有了大动作 身穿黄色外套 头顶红色帽子 一席美猴王标配色的六小灵童在登场 不用开口 大家自然知道 和他十多年耕耘的美猴王事业有关 这次六小灵童不仅身兼动画电影 斗战圣佛的艺术总监 也一并成为了西游文化论坛的名誉主席 2016年这个猴年 对于六小灵童而言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我想就这个电影来说 应该是我多年的一个梦想 但是也比较遗憾 我就不能演了 但是我想换一个身份 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曾出演八六版的西游记至今 这十九年的时间里 随着美猴王的蜡像揭幕 大电影项目的启动 江苏淮安美猴王世家艺术馆 和上海的六小灵童艺术馆的相继揭幕 六小灵童成了当之无愧的美猴王第一人 但背后的牺牲有多大 或许从没有细细计算过 出身于猴王世家的六小灵童 本无意从事艺术表演 但随着老猴王父亲日渐年迈 继承父亲一波的哥哥英年早逝 这才在六岁那年 与美猴王这个角色结缘 这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但不得不说的是 六小灵童在推广美猴王这个过程中 从未止步过 我择无旁贷 易不容自从他手中结果结果 必须要走完你这个家族西天举行 所以我现在活着 我老感觉就是好像在延续 我哥哥的这个生命 一辈子耕耘一个角色 这么不可思议的坚持 六小灵童做到了 如今美猴王和六小灵童这个名字 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过去有一句话 叫一千万观众心目中 有一千个哈佛林 希望以后我们一千万观众心目中 只有一个搜 我不敢说做到了 但是你一定我这方案去努力 行李在线北京采放报道